刚刚9月真的有超多的摄影新产品推出 我们只拍片拍到首远了 接下来有一些新的传闻 今次是关于富士的 有一些新机和一些新镜头会公布 先讲一下机身的传闻 盛传富士会准备再出这个XM系列的新机 其实这个系列比较入门一点 其实如果大家有玩富士相机 就算富士的入门机 其实都有几条线 有XM、XA、XT200系列 其实都几多机种 但是XM这个系列都几久没出过新机 但是现在传闻它又出回 虽然规格上也不用预期到很厉害 这个真是比较入门一点的系列 顶多给一个可能是有少少胶胶的机身 然后未必会有Viewfinder 甚至乎只是只有屏幕来看 可能都是给一个自拍屏幕给你 然后也是用小电的一个机身 感觉上来说可能就是用2600万像素的一块 拍片规格也不会是很夸张的一种 应该都是比4K或者6K就算了 这一部的新机 应该不会太贵的 其实以现在富士出了这么多新机来说 都真的需要一些比较平价一点 入门一点的机身 对上真的叫做入门一点的机 我都已经不太记得有什么选择了 那我自己都有些印象就是XT200这样的机 但是其实都已经是几年前了 现在都真的需要一些比较平价一点 就是和都轻量化一点的一些机身 那我觉得这部新机 是没什么特别东西好说的 但是都比较奇怪的就是 竟然又是出了XM系列 那真的不是很捉到富士那条路 因为呢 好像有些相机拉 好像之前的XE系列 又盛传好像是会截了这样的样子 他突然间又弄了XE4给你去选 但是XE4都叫做是细细部 还有都挺靓仔的 但是就很快突然间又选择了 所以都挺奇怪的 那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那么多入门级的机身里面 就选择这个XM系列来出 那究竟是玩些什么呢 那真的要去猜一猜它 其实我自己觉得最正路 反而就是出回XT200那个系列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突然间又可能 出回一些 没有Viewfinder的机身 那样看看可不可以吸引到一些 比较是 只是想要一部 小机身的朋友 那样去选择 那还有这些机我估计呢 就是起码都不用说 去到 成万元这样的定价呢 那如果是真的去到六七千这样的 入门级的定价呢 都会是比较吸引少少的 那就可以再期待一下 看看有什么新东西玩 那另外呢 镜头方面又盛传了 其中一支就是500mm 5.6的镜头来的 那其实这方面呢 富士的长炮呢 暂时的选择都真的不是太多的 那反而呢 在GFX系列呢 之前就刚刚出完一支 都是500mm 5.6的镜头啦 那其实会不会就是 叫做改良少少 又变成了一支APS-C专用的500mm 5.6呢 我觉得未必会是这样的 反而就是 是比较接近Sigma那支500mm 5.6呢 我觉得会是 就是 将那个镜身再改良少少 其实就已经会变成一支APS-C专用了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些这样的长炮呢 它的APS-C和Full Frame的设计呢 都是挺接近的 那这个成像圈可能真的不会差太多 那所以就 变成一个size上或重量上呢 都会挺接近的 那所以呢 今次呢 我估计啦 即是既然Sigma有出过一支 Full Frame用的500mm 5.6 那然后GFX也有一支500mm 5.6 大家都是一点几kg的时候呢 如果真的出了一支APS-C专用的500mm 5.6 我想应该都真的可以保持到1.3kg之内 那如果真的这样呢 再放了下去富士的机身 变成了等效750mm的话呢 其实都是一个挺吸引的一支镜头来的 那暂时都起码在 那么多的厂里面呢 都没有一类这样的镜头可以选得到啦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5.6光圈就比较小一点啦 但是其实说真的呢 如果以等效750mm 5.6光圈来说呢 就算Full Frame的系统呢 即是去到800mm左右呢 大概都是会给你5.6或者6.3光圈 所以如果你这样计算呢 其实都算是合理的 但当然啦 如果真的要出一支 5.4光圈的 那样再给富士的机器用呢 那当然会开心点啦 但是那个size呢 就可能真的会跟Full Frame的5.4都是差不多 那变相就会放进去富士的机身呢 就是完全都是头大身小的那样啦 那就未必会真是那么吸引到富士的用家的 那另外一支呢 就是再吸引一点的 我觉得就是16-55mm 2.8的 这一支standard zoom的镜头 那其实旧那一支呢 我都说过很多次的了 有些Q&A的影片里面呢 我都不太建议朋友去选的 因为这一支呢 在这个spec里面来说呢 以APSE的镜头呢 都真的比较粗 新一些啦 还有有些重啊 那因为这一支镜头呢 在富士的镜头里面来说呢 都叫做一支 历史有少少少悠久的啦 那那个镜头的spec 或者重量设计啊 那方面呢 就是叫做是没有那么合 现在那些的无反机身的设计啦 那所以就不是说太过吸引了 我自己都拥有过一段很短的时间 但是最终都是放走了 因为我觉得 就是用得富士的相机呢 我又不是太想用一支那么粗的镜头 那但是现在呢 我想呢 如果真的再出一支 16-55 2.8的镜头呢 理论上它应该可以再做得小很多 那其实参考回其他厂商呢 都有做过一些 类似这样的spec的镜头 那可以 看回Sony 有出过类似这样的镜头 Sigma 也都出过一支叫做是18-52.8的镜头 都出到很细枝的 那现在它 再拥有少少少啦 由16到55的时候呢 我想顶多都是大多少少的 那如果真的可以做到大概可以是 16-80 F4那支镜头的尺寸的话呢 以16-55 2.8的这个spec 那就会真的超级吸引了 那如果真的富士的用家 想有一支真是叫做最高级 最有效能的一支 standard zoom 2.8光圈的镜头的话 那应该新的这支 16-55 2.8的镜头 就会是真的超级吸引了 那这几单关于富士的传闻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可信性都挺高的 那因为都挺静怒啊 所以出的东西 那还有呢 就是16-55 这一支镜头呢 都真是连事已高啦 整天都说真的需要更新一下 那现在再出这一支这样的镜头呢 我觉得是真的超级合理 而且就是叫做可以帮得到 之前出的那么多部 叫做都接近旗纜级的机身 就是X-H2啊 X-T5啊 这些机 有一支比较叫做是 劲点的standard zoom 给大家去选 那令到整个系统呢 是会更加 比较吸引一点啦 那还有呢 就是出得一支的时候呢 那我估计呢 就是50-140的2.8啊 这些镜头呢 都应该会逐步再去更新的啦 那可能呢 可能在这个2025年 那样就可以见得到啦 那就会是 再吸引一点啦 那希望真的 50-84这一支镜头 都可以呢 做到是再修身很多啦 那呢 那呢 令到它都有一支叫做是 等效大概 70-282.8的镜头呢 但是 那体积加上那个重量呢 配合富士的机身呢 可以做到是超轻便的 那样呢 就令到这个系统更加吸引了 那这条片我们就先说到这么多 如果有最新的产品的话呢 那我们会立刻和大家拍片 去到去测试一下的了 那还有呢 记得去一下我们下面 视频箱里面呢 有一个的TG Group 还有就是 也有空去看看我们的Facebook Page 那另外呢 我自己有玩具channel 现在都开始呢 多人看了 那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进去下面那条link那里呢 再看回 我们下期再见